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在這裏首先很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 想都想不到我們已經超過了一萬個的訂閱了 這個是我一直都想不到 做了這個頻道大概一年半左右 現在竟然達到這個成果都是大家的支持 所以在這裏就多謝大家 其實這個頻道的目的都希望幫助大家認識加拿大 是的 特別是卡加里 因為我相信香港移民加國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心裏一定覺得會有很多的恐慌 譬如對明天或者很多東西都很不明朗 都會很大的擔憂 那我自己移民了外國這麼久了 所以都可能覺得比較容易 但想起自己剛剛來到的時候 都是很多的困難的 所以希望透過這個資訊這個頻道 可以減低大家來到加國 或者卡加里有那種不知明天如何的感覺 所以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亦都更加的經歷更多的恩典 所以大家跟我同行這1萬個subscriber 可以來感恩 今天是慶祝這個日子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10個加拿大的一些冷知識 不知道你知道了多少 第一個原來加拿大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國家 這個你都可能聽過的了 全世界最大的國家當然就是俄羅斯 但是加拿大的土地 真的都是很大的 總共有1,6061萬253平方公里 當你住在加拿大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感覺 感受到那種一望無際的感覺 第二就是加拿大的國家動物 實際上是一隻的海狸 這隻叫beaver 是加拿大一隻很重要的動物 在歐洲早年曾經殺死很多這些beaver 來做成一些很漂亮的帽 而差一點 真的加拿大把所有的beaver都殺死了 他們就在1975年成為了加拿大的國家動物 亦都印在加拿大的硬幣上面 第三個就是加拿大有全世界最長的公路 加拿大的No.1 highway 是全世界最長的 總共有7821公里長 真是由太平洋的加拿大的西邊 去到大西洋的加拿大的東邊 即是自己開車都知道 你可以走足差不多一個星期 都未必走得完 第四個就是 原來大家知不知道 Winnie the Pooh 即是以來自加拿大的一隻熊來命名的呢? 這個小熊惠尼的創作者作家 就是AA Mile 他有一次跟他的兒子 Christopher 就去到Winnipeg 威尼泊的倫敦州公園的時候 見到有隻加拿大很可愛的黑熊 叫做Winnie的時候 就愛上了他 之後就用了這個名字 至於Poo那個字 其實就是見到有隻天鵝 之後就加上他的一個名字 第五個 大家知不知道 加拿大是全世界第一個 吃Doughnut最多的 最大的消費國呢? 加拿大是很喜歡吃Doughnut 是出了名的 如果你去過加拿大 一定去過一間的連鎖店 叫做Tim Horton 你可以叫杯Double Double的咖啡 加上Doughnut 是加拿大一居人的恩物 加拿大大約有三千萬人 但我們每年吃了差不多十億個Doughnut 第六個 在加拿大最常聽到一個字是什麼? 就是I am sorry 在加拿大 你若果住了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很多人常常都說 I am sorry I am sorry 舉個例子 你聽不到 譬如你聽不到 他們都會說 對不起呀 你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又會用I am sorry 加拿大常常都時時都跟人道歉 是一種很common的一種禮貌的一件事 你移民到加國 都可能都可以來學習 第七個就是 加拿大首都不是在多倫多 多倫多是加拿大最多人的城市 但加拿大的首都不是多倫多 我們的首都就叫做Ottawa 是Ottawa在安省裡面一樣 來多倫多大約三至四個小時的車程 都不是算很遠 不過如果你真的有入直市的時候考這條問題 千萬不要填錯了 第八就是 不知大家知不知 籃球是加拿大人來發明的 可能大家猜不到 原來James Naismu 博士 在1891年 在 Massachusetts Springfield 當地的基督教青年協會 教授的時候 定了13條遊戲的規則 就是今天的籃球 而去加拿大人 而這樣成為今天的籃球 遍佈了全世界 謝謝 第九 不知大家知不知 加拿大人最多吃的食物 原來就是Mac and Cheese 原來加拿大人吃Mac and Cheese 是全世界人的總和街上來 Mac and Cheese 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Craft Dinner 即是如果你超市 見到一藍色一盒盒的 簡單說 就是通芯粉加黃色的Cheddar Cheese 吃起來都蠻好吃的 想跟加拿大的文化 如果你想嘗嘗 都可以來到去吃一下這東西 第十樣 加拿大其實都有很多 荷里活的歌星和明星 不知有幾個你認識 我講一些你可能知道的明星 都是加拿大人 譬如年青人的歌星 Juster Beaver 以Matrix 的主角 Kinney Reeves 戲劇的明星 Jim Carrey Marvel 上戲華裔的明星 Symu Liu 電影死代的明星 Ryan Reynolds 有著名的女歌手 Celine Dion 即是Titanic那首 好好聽的主題曲 原來她們全部都是加拿大人 在總結當中 我再一次多謝大家來支持 希望你們繼續收看 和更多的鼓勵 亦都幫我的Channel 多些Share 給其他 或者更多對移民家國 又想認識更多深刻的人 可以來到去Share 給他們 我多謝你收看今天的頻道 如果可以記得來到Subscribe 還有一次來到去 多謝你